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缘分的人相爱 并且可以相伴一生 但并不是所有的缘都能一辈子 他会在不经意间来 也会在不经意间溜走 不是每一段感情都可以步入婚姻 也不是每一段婚姻都可以走到最后 这便是现实 在现实生活中 两个相爱的人走在一起 但并不代表着他们的感情就会一帆风顺 他们也可能会从相爱变成不爱 甚至厌恶 这便是感情的一种状况 其实 大多数人在感情失败与成功这件事上 都是无知的 往往都是等到感情破碎 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反目成仇后 才会恍然大悟 这个时候 不管你是选择挽回还是结束 都已经太晚太晚了 所以你要尽早明白 每一段婚姻的破碎都不是空穴来风 也不是一瞬间的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叶子不是一天变黄的 人心不是一天变凉的 所以 感情破碎 缘分走到尽头 它是经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而逐渐形成的结果 电视剧当婆婆遇上妈里 罗家和大可在谈论离婚时 其人爱夫妻形同陌路 在面对彼此时 两人之间更多是一种冷漠 一种无话可说的态度 不可否认 任何一段感情瀕临破碎时 都是这个样子的 两个人会从满心欢喜 变成失望透顶 也会从无话不说 变成无话可说 所以 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要明白 夫妻远近的征兆 其实是这四个字 冷漠 陌生 一 不再和你交流 分享 夫妻之间最记得就是 不交流 不沟通 交流 沟通 分享等等 一方面可以了解到 对方的想法 减少一些矛盾和误会的发生 另一方面可以促使 夫妻俩的感情升温 从而增加亲密感 因此 夫妻之间出现问题的开始 就是不再交流 分享了 你会发现 你们之间交流的次数越来越少 每天她回家后 不是倒头就睡 就是一直玩手机 也不会像从前那样 和你分享一天中发生的事了 即使你还是愿意和她交流 分享的 但大多数时候 都是在自说自话 她最多只会敷衍你几句而已 二 不再在意关心你 当对方不再关心和在意你了 说明你们的夫妻缘分 也就快到尽头了 爱一个人的时候 满眼都会是对方的 比如 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肯定会时时刻刻都记挂着她 随时都想要知道她的情况 生怕她不好 你却不在她身边 而不爱一个人了 也就不会再关心和在意对方了 这个时候 对方仿佛就是一个陌生人一样 哪怕她再伤心 哪怕她生病再不舒服 你也会无动于衷 这种状态下 你们之间已经没有爱了 更多的可能都是厌恶 这便是冷漠 三 你不清楚对方的现状 陌生就是你不清楚对方的现状 比如她几点上下班 她最近喜欢什么等等 当你们之间出现这样的征兆了 那么你们离离婚也就不远了 这就是一种征兆 她不清楚你 你也不清楚她 你们在一块不像是爱人 更像是一起搭伙过日子的陌生人 你们之间最日常的状态 就是各不相干 你干你的 他干他的 没有商量 也没有关联 而真正舒适的夫妻状态 是有伤有凉 你清楚我 我也了解你 夫妻两人是处在同一个 相同的水平线上的 四 你们之间变得生疏客气 生疏客气也是一种陌生的体现 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喜欢的人面前 是不用伪装自己的 可以随心所欲 畅所欲言 因此 当你或者对方变得谨慎起来 开始客气起来 也就说明 你们的缘分 在慢慢走向尽头了 你会发现 一点小事 对方可能都会对你说上 好几句谢谢 而且你们之间的亲密接触 会越来越少 偶尔接触一下 也会感觉的尴尬要命 而夫妻感情好的两个人 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因为对方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压根就用不着客气 结束语 其实 夫妻缘近的所有表现 都可以归结为四个字 那就是冷漠 陌生 你们之间由亲密 热烈 变成了冷漠 陌生 就是你们缘分 快要走到了尽头的征兆 你想一想 在婚姻中 对方明明就是那个最亲密的人 但却变得离自己遥远了 那么 你们之间除了出现问题了 再也想不到别的理由了 如果你能够及时发现 你们之间的变化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当你发现之后 如果你的内心 还是爱着对方的 那么 你可以试着去改变一下 这种状态 没准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能够挽回一段感情 反之 如果你对这段感情 失望至极了 那这也可以给你提个醒 也不至于等到支离破碎后 你才突然醒悟 此情可代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这是李商银写的一首千古绝句 道出了多少人的爱恨情仇 爱一个人真是这样的 在一起的时候 不觉得对方有多重要 甚至会以为 对方也和自己一样 早就习惯了这份爱 所以平平淡淡 漫不经心地过就行了 直到有一天 发现自己原来亏欠了 这份爱情那么多 让对方跟着自己 受了那么多的不重视 但一切的后悔都已经晚了 因为悲欢离合之情 期待今日来追忆 只是当年 却漫不经心 早已枉然 到了如今 就算再后悔 也没有用了 所谓破境难重圆 很多事情并不是你努力 就可以完成的 我时常会想到这样一句话 此时此刻 离你远去的人 可能在很久之前 早就已经离开了 当你的爱人 转身离开的时候 也许你会伤心欲绝 但是等你伤心过后 你会发现 其实他老早就已经 离你远去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失必有得 我们一边在获得 但我们一边 也在失去当中 徘徊前进 只不过聪明的人 在得到和失去当中 从来都不会彷徨 而是懂得释怀 懂得继续向前 寻觅自己的下一个目标 找到真正属于 自己的那个有缘人 男女远近时 老早也就有了一些征兆 但是有的人 还不会勉强对方 还会一次又一次地 委屈自己 然而有的人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就学会了释然 学会了悄悄地 放下鼻子 不过并非所有的事情 都没有回转的余地 我们和一个人相遇 着实是一种缘分 男女远近时 当我们发现了一些征兆 不妨留意一点 如果努力了 还没有作用 那就不必再强行挽留 一 没有了感觉 爱情有时候 就是这么微妙的一件东西 当你对一个人 没有了感觉的时候 虽然你知道 你内心深处 对这个人 是有一些亏欠的 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 说服自己 继续爱对方 感觉这种东西 就是特别的奇妙 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特别的深刻 不爱一个人的时候 也就是真的不爱了 在人生当中 如果说你真真切切地 爱过一个人 但是突然有一天 你感觉到 自己不再爱这个人了 那么你要懂得说出来 不要一直让对方 蒙在鼓里 不过 如果说你及时地 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 在这个时候 你觉得你又可以 和对方 好好地在一起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选择 不说出来 但是如果你没有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在此时此刻 千万不要去瞒着别人 也千万不要去委屈自己 因为你这样做了之后 你感觉到非常的憋屈 而且对别人 也是一种不公平 等两个人 彼此间没有感觉的时候 其实是两个人缘分 已经走进了的 最终的征兆 在这个时候 可能你们两个在一起 只是搭户过日子 突然有一天 其中的一方指出 两个人要分道扬镳 那么此时此刻 你们两个的感情 也会土崩瓦解 有时候感情 就是这么的没有道理 你没有错 我也没有错 只是我们之间 没有那种感觉了 也没有那种默契了 所以我们觉得 在一起也没有必要了 所以说两个人 就会分手 即便是结了婚 可能也会离婚 二 喜欢上了别人 男女之间 如果出现了第三者 这是最致命的一个打击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 两个人分手的原因 或者是两个人离婚的原因 都是因为出现了第三者 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 有很多的事情 都是可以通过沟通 去解决的 但是唯独在第三者 这件事情上面 却要保留自己的底线 任何人都不能 触碰对方的底线 一旦触碰了对方的底线 说明两个人 已经无法再回到从前了 在娱乐圈当中 有很多的明星 也找了第三者 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两个人为了工作 一直迁就着对方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等这个风头过去了 两个人 就会默默地离婚 这就足以说明 其实婚姻当中 如果出现了第三者 那么两个人的感情 可能就会越来越艰难 总有一天 两个人也会离婚的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有时候 我们看见一个人 找了第三者之后 也许我们为了 自身的一些利益 也许我们为了 家里人的一些想法 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委屈自己选择 暂时原谅对方 但是等到有一天 你发现 你心里的那个坎 还是无法迈过去 你发现对方 还是没有改变的时候 你依然会决然地 选择和对方 天各一方 共同去寻找 属于自己的新的生活 所以说 如果你们的婚姻 或者是爱情当中 出现了第三者 如果其中那一方 还在苦苦地挣扎 其实这些 都是没有意义的 最好的方式 就是两个人 马上分开 然后各自去寻找 自己的幸福 出现了第三者之后 说明这段感情 已经无法修复了 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的事情 都可以通过沟通 去解决 唯有背叛这件事 无法原谅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底线 背叛这件事情 也许是很多人的底线 一旦被别人背叛 是一辈子都 无法愈合的伤口 三 不再思念对方 当两个人 不再思念对方的时候 那么说明 这一段感情 已经到了平淡期 当两个人 分开好几年之后 从来都不去见面 并且有机会见面 但是也不去 见对方的时候 说明 这两个人的感情 已经渐行渐远 甚至心里面 已经完全没有了对方 感情有时候 是需要培养的 这种培养 不仅仅是说 你们两个 第一天见面的时候 没有喜欢上对方 通过后天的培养 你们两个 彼此相爱了 另一方面也说明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也要懂得 长时间地 去培养感情 也要懂得 在这段感情当中 默默地去付出 如果说你觉得 在一起之后 就不用再去培养感情了 而且两个人的沟通 也越来越少了 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 你们两个就算是 有再深厚的感情 也会变得特别的平淡 所以说 当你不再想念 对方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试图 去和对方沟通 你试图和对方 共度一些时光的话 那么你们两个的感情 可能还有回旋的余地 但是如果说 当你不再思念 对方的时候 你觉得你不再 思念对方的 那么你也没有 去见对方的必要了 你也没有和对方 在一起相处的必要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们两个 可能就会 真的会分开 任何东西 都是需要长期经营的 无论是感情 还是婚姻 都是如此 人心都是肉掌的 当你们两个人 经常在一起 沟通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 对方是你人生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当你一个人 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你发现 你的身后空无一人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谁都不需要了 夫妻缘禁时 会有前面这三个征兆 聪明的人 都会察觉到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感谢会员 对每篇的支持 欢迎留言 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 也能和小悠 私信交流哦 期待与你相遇 感谢会员